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从67岁到7岁都爱阅读,国家图书馆经办记者会介绍各图书馆选出的23位爱阅达人。 年纪最小的爱阅达人是高雄市立图书馆推荐7岁梁宝德小妹妹,最年长是67岁邹永茂先生。 国图馆长曾淑贤表示,去年共有8622万人次走入各地公共图书馆,2050万人次介绍7493万册的图书比前一年大幅成长,尽管人次增加992万,介绍人次增加49万人次,介绍册数增加325万。 梁宝德小妹妹从3岁时,妈妈就带着她上图书馆听故事,4岁生病开刀时一度暂停,官方和故事妈妈特别送她洋娃娃,帮她加油打气,术后梁妈妈持续带她回图书馆听故事,以故事安慰她小小的心灵,特别喜欢温暖的故事。 67岁周永茂长期且广泛阅读各类图书,包括武侠,文艺,人文,科幻,玄秘小说,古今中外的图书都有试列,特别喜爱文史类图书。 国图调查,民众最有兴趣的阅读主题是语言文学类,年度借阅测数高达3674万,正年度总借阅量的49,03%,35岁到44岁重年读者未阅读主力人口,他们的借阅测数是2133万册,正年度总借阅量的28,47%, 分析各县市民众借阅力台北市平均每位市民进入图书馆的次数于6,41次居各县市之观。 最爱借书的县市也是台北市去年平均每人借阅测数4,78册淡苗栗县三弯乡为阅读风气最盛的乡镇连续三年借阅率最高平均借阅测数高达14,07册 第二名为新竹县宝山乡,继三年平均借阅测数7,17册 第三名为彰化县员林氏,继三年平均借阅测数5,70册 第三名为暗封道